我是台中式招会的王琪贤梓妹 我要分享我读研究所时 向同学传福音的见证 刚好上研究所的时候 我问主我来读书的意象是什么 主用Try集记四章四节上的说话 Amen 当我学的这些教育之后 要为着神的定职 为着做相反的见证 一开始我就表明我是基督徒 向同学积极的邀约同学参加读经小组 后来我发现旁边这位姊妹 她有一段时间没有聚会 我里面就对她很有负担 和弟兄姊妹一同的为她祷告 过了三个月 主开始在姊妹身上动工 姊妹恢复过造会的生活 在班上我们就成了活力的同伴 一同祷告唱诗歌 是我们最喜乐的消遣 再一次准备期末考的时候 有一颗老师事先告诉我们 有可能会荡掉我们全班的同学 我当时这次经历无依无靠的一靠主 但主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邀约同祖的同学 一同长时间的呼求祖名祷告 让我们里面的重担完全的谢给主 通过这次的经历之后 这两位同祖的同学就向我们敞开聊 就跟我们一同的参加赌金小组 并在去年受尽得救聊 从此在我们的班上 我们从两位的活力同伴 就团职扩展成为四位活力同伴 我们也在过程里面学习成全人 一同的传福音 向路上的同学传讲人生的奥秘 也一同的佩搭带人得救 我们感谢主两给我这一班的同伴 我们可以贴定时序的操练 作传福音 受成全并成全人的生活 我们是景仙姊妹恢复的姊妹 我是家庭居姊妹 而是乐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经历 我的就与后并没有过朝归生活 可是主非常的怜悯我 带我读研究所 安排景仙姊妹恢复了我的聚会 我们的导备恢复聚会后就有了同伴 这些同伴在我大小的瓜卡当中 陪着我一起祷告 一起经历 主就为我开了路 让我可以走下去 感谢主恢复我的聚会 给我同伴 除此之外 主太让我对人的感觉不一样了 主让我对人非常的火热 看到人就想传福音 主先借着我 认识了系上的研究助理 还有我的大学同学 跟在医院里面接触到的病人 这些人 可是主告诉我 传福音是团体的征赞 对 这些名单还有他们的状况 都要带回台中 还有同伴们的中间 让身体先为这些福音朋友们祷告 为同伴们的配搭 这些人就都一个一个得救了 主刚刚我看见 他的救援是大的 而且是以家为单位 今年6月一个病人得救以后 不到两个月 他的大女儿也得救了 而且他的太太对福音非常的敞开 我们今天他们都有稳定的聚会 我非常好被我们这三天所唱的诗歌 在布宫的世上 尽忠信 受成全 让我们在布宫的世上 只要倚靠主 只要简单的倚靠主 只要努力的穿 放胆的穿 不停的穿 与身体一同佩戴 全面地景 在台中世照会的吴希伦姊妹 他们在09年大专特会的时候 就过了奉献的关 让主打碎我的自尊 我天然的感觉 原本跟这个同伴呢 没有办法 因着小事情能够有认罪 他们在试试过了这个关之后 我能够 与同伴有亲密彻底的交通 我有活力牌的生活 每周有三成十五的祷告 在毕业之后 因着环境为家 与家人同住 我这个主要活力伴 在这个环境中 活力伴却无法定下来 后来发现我的妈妈 就是主持给我最好的活力同伴 我妈妈她愿意传福音 然后有心愿 但是她却没有人 能够陪着她接触人 后来我们就从发福音单章开始 操练出门了 就带着福音单章 随时的接触人 在我们身边也有十多名单 需要我们来接触 需要我们来看望 我们就开始练领单祷告 在一次的配搭中 我们去医院 看望一位姊妹的 未得救的母亲 照着里面的感觉 我们也接触统病房的福音朋友 在弟兄姊妹的配搭下 他们就一起在医院中 受尽得救了 还有接着活力牌的交通 妈妈也很大的突破 带着弟兄姊妹呢 接触三十几年 她都不敢 像她们传福音的家人 感谢主 原以为这个年龄的差距呢 她们会照我们很难配搭在一起 这是主良给我的活力同伴 发现我能够被成全 跟不同年龄成的人有配搭 跟不同年龄成的人传福音 我们也成全妈妈 建立接触人的习惯 我们很赞美族 我要奉献继续过活力牌的生活 和人成全人直到处来 师长会录一家姊妹 想和你分享师长活力班的经历 刚进入职场 因为不适应 加上环境艰难 我常常埋怨主 我的时间 心力 体力 都消耗在工作上 在老高中 我就求主赦免我 给她医治我 再以她的美丽 再来吸引我 为何对她起初的爱 如果环境如何 主啊 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后来主就回复我 并将我待在她的心肠里 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 主三次对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 又三次嘱咐她 你喂养我的小羊 我告诉主 主啊 我需要同伴 一起去喂养你的小羊 主就引导我 至少也会同在医院工作的姊妹 那姊妹的感觉 印证了主的领导 主说我们来在一起 就是关心彼此的生活 母主的话还有祷告 渐渐的紧接着她的话来光照我们 在我们跟人 跟祖的关系中 或是身体生活的佩搭里 我们都有各自 不能胜过的难处 这个敞开的交通 祷告 还有寻求合适话语的帮助 主就带我们过关聊 一阵子姊妹在寻求前途 而我也遇到难处 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是前途汪吗 不知所措 我们只能一起的呼求主操练力 将我们自己的感觉放在一边 然后后来主就引导我们在更新奉献自己 我们所有的一切 末了我们就都被喜乐所充满 我们也开始对人有负担 开始为人平民带党 后来主就将他的家打开 为一同的佩搭 他逛念多年的同事就一直收尽得救了 主就觉得我们原来都是自己活不下去 也顾不到别人的人 而且有超练活力牌 主就教我们有活力 而且能够带我们的职场下做福音的祭司 主就带来负责 主就带来负责 是台北私事会所成立之地修 我在两年多前 从台南搬到台北的时候 主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弟兄跟我们同住 一面呢 为我们分担一些东区高昂的房租 那一面呢 我们就操练过团体的神人生活 那不用是牙医 到从全时间的行业退下来 那我们弟兄呢 他里面的感觉 还是觉得非常对学生工作很有负担 我就跟他配当台北医学大学的校园 那每天呢 晚上大概十点多到十一点 定用校班的时候 我们就操练一个弟兄 有火力牌的交通 然后我们就率先这个亲密解脱车的交通 我们彼此的需要 我们也互相的敞开 彼此的代表 感谢主这样的时间真是甜美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统交通 就是校园工作的服饰 然后甚至有时候交通到晚上 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那但是我觉得主啊 感谢主这样的交通 真是我们更过得同心合意 那我们在周间呢 那我们一统去校园呢 就陪学生陈兴 一统陪学生玩好 甚至说实际还够得上 我们还跟学生一统的开展 那感谢主 这个北医的校园就连续 两年都有十几人得救 对不起是数十人得救 对 那这个你有传过医学系的 六姊妹你就知道 这医学系的学生 脑袋是异于常人 所以呢 你刚刚的船是非常的硬 但是呢感谢主 我的配搭的弟兄呢 就第一次走到医学系的弟兄 跟他传 他不接受 过了一阵子呢 我跟我的配搭的弟兄 再去赌他 感谢主这次拍就受尽了 对 不只是受尽 他还带他两个医学系的室友 也得救了 对 所以感谢主叫我配搭 真是甜蕊 对 一续为主就能够祝福 对